一踢的内战 对 首先我们看一点很有意思的地方 这两个都是反驾选手 都反驾 都是左撇子 因为一个是柔术 一个是摔跤 所以说这种系的选手 都是这样子的战将 这个就很有意思 而且看那个挪威的肌肉形态 就是典型的 摔跤手的肌肉 而且挪威他也打过UFC 打过Ballet 打过WSF SOF 也就是说 排名前三的世界 格斗比赛 他都打过 而相对来说 格里姆肖 他16胜里面 就一场是判定 其余15场 全部是靠 KO和降服中阶对手 所以这一场有得看 所以我说 英雄马当时 连续找了三个选手 都是 因为第一场退出 第二场退出 第三场 他都是很强的选手 在跟Villain Low来对阵 Villain Low属于老将 坐阵不动 然后选手不断地换 他也不在意 我们注意他的后手拳 当时Villain Low 虽然说你看他不怎么出拳 他现在几乎是一拳没出 但他的后手拳特别重 可能可能 就这一下 就KO 就这一下 对 就跟个刀似的 捅到你的心脏里面去 致命一击 对 所以 你看这两人的这个打法 跟他们性格也有点像 对 一个大叔 稳重大叔 一个是一个 防御型大叔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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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一个这个 哎 哇 漂亮 但是没有 倒地了 说一下攻击 哦 看能不能PK 你看 哇 他们终结比赛了 话音刚落 哇 罗维一直在找机会 哇 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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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